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轮兵看 我是轮兵 好了 一个礼拜的开始 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表现得非常强劲 早盘开高之后就一路向上走高 盘中一度大涨219点 最后收盘稍稍收链 涨势不过 涨幅还是将近200点 涨了197点 当然对于今天的一个大涨 上个礼拜五 美股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带动 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功臣 上个礼拜 美股公布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第一个 10月的一个飞农 26.1万人 比预期的19.5万人 要来得非常 要来得强劲很多 另外 失业率 稍稍的微幅提升到3.7% 那到底对于这两个数据 到底该如何解读 其实我们就看结果就好了 照说这两个数据是一好一坏了 好那因为现在市场的一个解读 往往对于怎么样 利空的反应 比较没有那么的强烈 反倒是对于利多的反应 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上个礼拜五 即便这两个数据是一好一坏 不过终究还是让美股怎么样 四大成数起涨 尤其 费半 还涨了4.6% 来我们来看一下费半 原本这个费半 在上个礼拜拉回的时候 大家原本还在担心 那这样的一个拉回 会不会再往前坡的低点 去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靠拢 或怎么样 结果在上个礼拜大涨的过程里面 又让整个费半指数 又重新站回到 五日线跟十日线之上 也就是说原本有往下 来测试低点的 这样的一个格局 在上个礼拜五的一个大涨之后 也迅速的怎么样 化解这样的一个危机 所以也带动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继上个礼拜 继上个礼拜的一个涨升之后 今天再一个带量长红 直接远离整个月线的一个走势 那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怎么样 往季线去做一个挑战 好 那我想也不用讲太多了 对十一月份的行情 我在十月 我就给各位下了一个注解 我想到现在 你都测标都还放在这里 就六个字 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十一月可以乐观来预期 上个礼拜 当FED 公布了最新的利率政策之后 美股一度的一个拉回 美股一度的一个拉回 很多人担心 那台股会不会也被它给拖下来 好 那当时我就告诉各位 美股的一个拉回 也只是短线上面去消化一下 FED的这样的一个利空 但是整体终极反弹的一个格局 不至于被破坏 那整个台股更不用说了 人家当时大涨的时候 当时道琼涨了4000点 我们也没跟着涨 所以纵使短线上面美股出现震荡 对我们来讲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可能当时我在讲这些话 你还半信半疑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说过看结果就好了 我想各位也看到了 今天这根红棒带起来还带量 今天还拉出了2000亿的量能 有没有 最重要的 这个收盘的位置 今天的收盘收到哪里 13223 这是创下 这是创下这一天 有没有 看图说故事 是创下10月11号 跳空大跌以来收盘的一个最高 既然已经创下了将近一个月以来的一个最高 就代表短线上面整个多头的一个气势 它又进一步的凝聚了 好 那讲穿了 这跟当时我在10月底帮各位所预期跟规划的 我说11月的行情 天时地利人和 可以乐观来期待 我想完全在我们的掌握 也完全在我们的预期之中 所以我想这样的看法没有改变 好 那重点 你该如何来应对 我一直强调其实行情是次要的 你要怎么做 这才是重点 你要怎么做 这才是重点 那我们说过到目前为止 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任何的改变 尤其这天时地利人和里面 最大的亮点在于哪里 最大的亮点其实在于人和 跌得够深 跌得够久 不代表一定会长 对不对 可是因为有这个人和 人和代表什么 还包括什么 包括了到月底之前 整个选举 对不对 政策的一个做多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觉得原本在12月 才会启动这个作战行情 在今年我认为会比较特殊一点 它会把它提前到11月就发动 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都在我们的规划里面 对不对 你看到目前为止 你光是说盘面上 上规25加涨停 上市22加涨停 光今天上市规加起来 将近50加涨停板 有没有作战行情已经启动 我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真的假的 假的真不了 那重点 我们刚刚讲的 你要怎么样来把握 这样的一个契机 我说过你要如何把握契机 然后能够创造奇迹 你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波 作战行情里面 你能够帮自己开创最大的获利 不管前面这10个月 你做得怎么样 做得不好没有关系 你这个月做好至少怎么样 可以把前面少赚的 甚至于赔掉的 你至少赚一点回来 那你现在累积实力 对于未来 纵使这一波熊市 我认为还需要走一段时间了 但它总有一天也会结束 你现在把实力先培养好 你该疗伤的 你该培养实力的 你把该做的预备动作都做好 不管半年 不管一年 当这个熊市离开之后 新一波的牛市来临的时候 你自然能够怎么样 能够有最大的获利 因为到时候低岛 你要怎么买怎么买 有多的一些 所谓的大减便宜的一个机会 但是关键是 你要如何去做一些预备动作 我一直告诉各位 这段时间 如果你不把预备动作做好 等到未来 哪怕熊市真的离开了 牛市真的来的时候 你什么都做不了 那就真的很可惜了 好 那如何能够做预备动作 我说过 如何能够后职 能够培养你的实力 很多人 我相信在前面十个月 一个不小心 应该都伤很累累 应该都伤很累累 除非 我说过 这一路下来 你跟我做法是一样的 三月 就所有的电子出光光 四月份开始 一路怎么样 一路都是布局生计股 那么我相信在今年 当然你是最大的赢家 如果不是 我相信 我相信 你现在或多或少 一定是受伤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如何能够把握 十一月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该疗伤的疗伤 对不对 该培养实力的 把它做起来 到底该怎么做 我想这段时间 也很多投资朋友 打电话来询问 操作上面 我到底现在要怎么做 不要说什么 很多人都在问 我到底该做电子股 还是做生计股 生计股一路以来 四月到现在 十一月 我说我的看法 没有任何的改变 即便现在盘面上 大概也很少人 跟你讲生计股了 因为这段时间 生计股没有大涨 甚至于前一段时间 因为北极新的一个拉回 很多去追高的 很多当时 没有跟我们一起 买在低档的 在高档去追的 可能都套在那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概也不会有人敢讲 但是我说过 越是没有人讲 但是我认为 我向来我的操作 本来就不随着市场 多数人的方向去走 纵使现在没有人 没有人在讲生计股 我说我的看法 没有任何的改变 因为熊市没有改变 熊市结果 熊市的一个架构 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我说过 现在为什么会走熊市 还是那些老问题 通膨 升息 地缘政治 景气衰退 就是这些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改变 是造成熊市的原因 那我说过 那么一些避险的资金 在面对这样的熊市架构之下 它要选股 它要把资金摆在一个地方 让它觉得安心的 什么安心 能够相对抗通膨 能够相对抗景气衰退 而且最重要的 如果说未来升息持续 台币持续有贬值压力 我说外资它铁定要卖 那如果外资一路卖 我想大家也都见识到了 外资一路卖就让今年台股跌了六千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如何能够规避到外资的一个卖压 能够受到比较轻的一个伤害 我说过这么多类股里面 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我还是认为升息股 它是相对既抗通膨 又既抗景气的衰退 而且怎么样 而且相对上也比较不怕 来自于外资的卖压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生计的一个部分 我认为我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改变 尤其你看这档股票 当然这档股票 现在大概也不会有人跟你讲了 叫北极星 我说这个是蛮 讲起来真的是蛮好笑的一件事情 当时200块钱 大家拼命带你追 你自己回想一下 当时9月底 北极星解盲前后 尤其是解盲之前 市场多少人在讲这档股票 200块 不用怕 追了 有没有 后来当股价解盲成功之后 股价一路从高档200多块 一路滑 一路滑 200变200以下 200以下变150 150变130 110 甚至于破了100 最低来到78块 一跌下来 不紧 拉回没有人敢讲以外 甚至于一大堆人反过来 当时在高档极度看好的这些人 反而拉回的时候不断地告诉你 这个怎么样 什么当时因为 什么利多出家 为什么利多出境 因为当时肺间疲癌 只有38000人 怎么样 讲了一大堆 我当时我就讲过了 这档股票当时 一堆人在追的时候 难道你不知道肺间疲癌 他的病患只有3.8万人 他又不是解盲之后 才告诉你他只有3.8万 你解盲前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解盲前 你不觉得他高 跌下来现在 像过街老鼠仍然喊倒 可是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说过了 他就代表他是被挫杀 他是被递过 所以当时北极现在100块以下 甚至于拉回到70 这个80 70的时候 我就告诉各位 既然是被挫杀 因为很简单 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他的基本面跟当时200多块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他解盲是成功的 还不是解盲失败 你现在说肺间疲癌只有3.8万 没有错了 还是3.8万 但是他这个药也不是说只能用在肺间疲癌 他只是当时解盲是在肺间疲癌这个部分解盲 可是我说了后续 你不要说肺癌 他现在也在做三期 随时也会做解盲 那一旦成功 肺癌人多了吧 对不对 你看着好了 现在北极心没有人敢讲 如果哪天 我说假设 如果哪天 他因为新的一个题材 包括我们说的 如果说整个肺癌这个部分 三期又解盲成功的话 股价再喷一波的时候 你看着好了 这些人全部又都回来了 又告诉你北极心有多棒有多妙 现在都没有人要 就跟当时你看 200多块的北极心大家追 而我第一次带各位买北极心的时候多少 是不是在100出头 所以 所以我就说 在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之下 股价又回到100块以下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买进点 你看不知不觉中 即便我不是说 现在马上大家大喷 可是不知不觉中 是不是底部都打出来了 另外 保瑞 这档股票不用我多说了 去年赚11块 今年上半年已经赚了6.13 你就算把它乘以二都比它大 更何况是这么简单乘以二吗 当然不是 你不要说什么 你光9月份的营收多少 多少 1亿吧 前面才多少 所以你就知道 它后面的爆发力 光是第三季季报 9月是不是在第三季里面 月增 这月增 月增超过两倍将近三倍 年增超过三倍 季报票不漂亮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一直告诉各位 现阶段操作最重要的 还是在技术面 每一个阶段 有每一个阶段操作的一个重点 有些时候 我们必须要多看基本面 可是有些时候像现在 我认为技术面 它又比基本面要来得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 现在业内法人要充斥技术 当然基本面也是我们的考量之一了 可是如果说你单纯只有基本面好 你技术面是不好的 你基本面是不好的 你个技术面是不好的 你上档有层层的一个反压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今天你就要做账 你要冲击效 你把骨架拉起来 结果上面因为一大堆人在等解套 你一拉起来 噼里啪啦解套妈呀都来了 你拉得那么辛苦 结果却达不到你要的效果 今天如果说你是 不管你是一个业内的一个操盘手也好 你是一个法人的操盘手也好 你会做这种动作吗 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做 所以他一定会选择 基本面数字漂亮 能够有发动的题材 而且最重要技术面 必须能够对多方有利的 你看像同样像宝瑞 有没有 上档已经没有任何的均线压力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一拉起来 是不是相对的 他的筹码就非常的轻 你能够发挥怎么样 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如果说基本面是比较劣 也是对多方不利的 你反而用了很大的力气 结果只得到一半的效果 这叫事倍功半 所以基本面固然重要 就现阶段来看 在整个技术面 那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好了 不仅是生技股 电子股也是一样 你看看近期 在盘面上喷的这些电子股 大家都在讲这些电子股 你不要说什么 来 这支来 雷虎 雷五支 有没有一大堆人在讲 对不对 那他的题材 我不用到花时间 大家都在讲 你人反应 无人机 经济不允许的 对不对 不管民用也好 军用也好 这个商机很大 至少在题材面过去 没发酵过 所以一喷出 一支两支三支四支五支 好 来注意看 那不要说他这里噴出去 在他还没有喷出去之前 你看 均线有没有都在下面 今天不是他喷出去之后 均线才在下面 是他还没有发动的时候 有没有 甚至于在这边还没有发动 刚刚发动的时候 他就已经呈现多头排列了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多头现行 所以配合了他的题材一发动 要抢绩效 要作账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价格 还有什么 来 有没有 其有 我先说 我没有用你去追他 你不要说 你这样说我知道 我明明在台湾医疗 我没求你去疗 我说过了 再好的股票 你也是要寻找一个合适的买点 再好的股票 你也要寻找一个合适的买点 不是盲目就乱追一通 所以我先讲 你刚才是明明在台湾 跑来骂我 没有 一样 3356的旗友 现在安空这个题材 当然在盘面上 也非常的火红 但是重点 我说题材跟基本面的部分 我就不讲了 我要强调的是他的技术 有没有 来 不要说今天涨停之前 不要说今天涨停 你看他今天涨停之前 在今天拉出这根涨停之前 有没有 有没有 又来了 是不是他的均线都在下面 他的技术面 是不是已经对多方有利 就是因为他技术面对多方有利 如果说题材又被市场所认同 那么业内法人要来加持这样的股票 他才有那个意愿 否则如果是均线往下的 而且是一道又一道往下的 他做白宫 你想你会愿意吗 好 所以现阶段 我还是这么告诉各位 生计电子 既然是11月 我说是可以乐观预许 当然这两个军群都有机会 但是操作上该怎么做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一个礼拜的开始 大盘又涨了将近200点 最重要的 他又创下了将近这一个月以来的最高 好 那我想到目前为止 我从上个月 月底就跟各位讲了 11月集合天时地利人和 你看整个测标都还没有换 好 那完全在我们的掌握 但是我说过了 11月可以乐观来预计 但是我先强调 并不是整个熊市已经远离 有没有没有 没有 熊市依旧还是存在 只不过现在进行的是一波终极反弹 所以当时10月底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持之下 这一波的反弹会比较高一点 会比较久一点 所以你前面不小心受伤的 你前面没做好的 你好好利用这一波 要疗伤的 要矫正你过去错误的 这都是一个机会 你要好好把握这个契机 然后来创造奇迹 你看我这个测标都白几天 对不对 好 那至于该怎么做 其实既然是反弹行情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几个大原则不外乎就这几个 操作周期短一点 操作周期短一点 不要像过去死暴活暴天长地久 不要 周期要短一点 另外弹性跟机动性要高一点 因为看来都是技术面 看来都是筹码 一旦筹码技术面已经优势不在 不管怎么样该砍就砍 注意停损停利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 那至于现在最多人问的 到底我要做什么钩票 但足够还是要做生计股 因为生计股你说嘛 你从四月到现在你都看好 可能生计股最近都是单兵表现 像今天是北极星跟宝瑞比较强 它没有全体的一个气势 反倒是近期因为电子股跌升 反倒是有一个所谓的跌升反弹 那个情况 那到底我要做什么股票 好 那其实我说过了 生计我认为它的中长线 要比电子股要来得好 电子股你不要看它这两天涨 毕竟整个中长线的隐忧还是存在 我说了嘛 FED只要继续升息 现在已经目标看到5.5了 那如果未来的一个终极目标 看到5.5 你说现在十年债 现在在四点多就会停住吗 十年债会不会再往上拉到五以上 一定会嘛 你联邦利率都在拉你十年债 有什么理由不拉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对科技股会不会又有重新的一个 随着一个隐忧存在 所以这个部分我不多讲 但是是不是电子股不能做 没有 还是可以做 只是说 因为毕竟现在在公布季报 季报数字漂亮的 当然它短线上面 它会有发酵的空间 但是记得 你在重视基本面的一个同时 记得 就现阶段来讲 技术面跟筹码面是至关的重要 因为法人业内要充斥绩效 他不会去拉那些 技术面对多方不利的 因为他吃力不讨好 他会事倍功半 他不划算 所以要注意筹码面跟基本面的一个 这个技术面的一个态势 那不管怎么样 电子也好 升级也好 操作上面你没有把握 你不晓得怎么样做对你最好 我说过 你就不用想太多 打一通电话进来询问 问 是最快的方法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